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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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点视频 8月18日的时间 今天讲的一条影片 相当搞笑 如果你有看最近的影片 你发觉 河马和河伯 很喜欢 外面做直播 例如在酒店 酒店是因为 避免 在公屋里面进行商业活动 这个很好笑 如果在公屋直播 少不免 就会被人知道住在公屋 然后被人暴住在他们家门口 大家就在后遇着 河伯有没有出来 河伯有没有出来 那就是在公屋过夜 所以这件事就很好笑 所以他们就要到处出街直播 在酒店 做直播是一个拳移之计 同时他们也有另一个拳移之计 就是在商场做直播 在商场里面做直播 也有一个很搞笑的问题 就是你在一个 人家的私人地方 然后 进行你的商业活动 所以这个就会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有一些商场 是会趕你走的 同时你也可以看到 就是河伯和河马 真的很好笑 继继之前 有一条片 在他们做直播途中 有一个哥哥还是叔叔 经过了跟他们打招呼 然后河马他们还很开心 以为有粉丝 怎料人家下一句就说 收回你的公屋 然后你看到他们的表情 是完全是收皮的 完全是收皮的 然后还要被人趕 我们先看一看这条片 不好意思 不可以去 你又不是在这直播 不可以的吗 不好意思 我从这里维持不可以 OK 不可以可以 好 是 我们哪走哪播 我哪走哪播 我都可以走 我们不是香港市民 我们不是犯人 你光是犯人 光是犯人 光是不白分子 那次再同给你 我知道人家坐下 他在那裡有位置坐 你竟然可以这样做人 啊 真的 他看少了 我们没有钱消费吗 混蛋 我买到你家 生存都行 是啊 生存滚客 是啊 是啊 那他们是被人趕 但是你看到 他们两个 现在根本的状态就像什么呢 就是在我角度来说 我得像十足 那些MK仔女 那些MK仔 MK妹 就是什么意思 讲的凶狠 做就滑 做就滑 喂 做直播啊 又或者私底下 你又在那儿大声说 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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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说人家那些黑粉 又如何 人家赶着你 你面对着人家 真真正正 兜口兜面 人家叫到你 不准做直播了 你就在那儿 好 我忍你 我忍你 你这儿不准做直播了吗 啊 现在 可白还搞笑啊 是不是 你看到 他真的回了堂 变成一个MK仔 小朋友的那样 是不是 哎 这么大的商场 趕一下这儿 哈哈 哈哈 就是完全是 就是 跌了落地 还要拿回家 一路走 一路败退 一路 还要说 好聰明吗 这个商场 你猜我很想来啊 哈哈 你猜我很想来啊 我逼不得已 哈哈 就是完全 你这些叫低能仔 所以呢 就是他两个呢 已经是淪为这个 过街老鼠 这些呢 就真真正正正 就叫做 社会性 社会结构性死亡 就是个人没有死 但是实际呢 就是在这个社会上面 就已经死了 因为大家都 都不想见到你 那所以 其实他们基本上 再进化下一个 地步 或者层次呢 就是 去到哪里 大家都会留意着他们 那就看一下他们 是不是在做直播 他们只要一做直播 就趕他走 你就算去到公园 都是的 真的你不排除 可能走走走 公园突然之间 咦 为什么那些 那些叫什么康民处啊 为什么会有人巡查呢 特别在那儿巡团门啊 元朗啊 那些公园呢 是不是 就是为了掃蕩他们 为了掃蕩他们 是不是 这个很好笑 那所以 喂 哪有得搞啊 就是我想问 哪 哪还可以在香港生存到啊 就是所以你说 所以你说 喂 如果 新河太 就是河马 他继续仍然是坚持 他这个梦呢 网红梦呢 是只会越来越整死自己 但是当然 他是真的会继续坚持的 因为之前一直 我都在这儿讲的 就是这个人呢 是超级硬 死不睡巢的 他是完全是 你越是说他不行 他越是要做给你看 但是其实他明知自己做不到的 不过他就越是要做 财商鶴卷呢 是累死他的 因为那些这样 所谓的 不知道正能量的说话 或者甚至乎 那些是门骗别人的说话呢 是不是 就是 他完全 他就寄在心里面 他就用了那些的说话 去支撑他嘛 但是问题就是 那些的说话 其实根本就是废话 是不是 我最记得有一次我看过 那个周文强的那条片 那条片 我 就是 我没有结束出来 但是随着这个 关注组 就是没有了的时候 那条片都找不回 我最记得就是 周文强 他在问那些观众 你会不会说话 接着再问 你会不会说话 你觉得你会说话吗 接着那些观众 由开始就在那里笑 接着之后 就有一些疑问 接着没有声音出 周文强仍然在问那些观众 你觉得你真的会说话吗 接着之后 周文强下一句就说 如果你真的会说话 为什么你的生活没有变好 这样 我听完就是 这些是很典型的 大陆的节目 或者台湾的节目 都是玩这一首 但问题是 你想心一层 你就会知道你说什么 你 你不问我 你懂不懂睡觉 如果你懂睡觉 为什么你生活不变好 是不是 这些怎么套用都可以 因为剧本是看你怎么写 是不是 那个分钟 台下观众都是演员 我告诉你 那件事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到 现在他们两个 就是在这个香港的社会 就是没得搞的 就是这个Dr.Kong 也如是 是吧 很知名鞋谱 现在都糟糕的 是吧 这个 这些事情 之后可以再详细讲 但是 你看到就是 喂 他们没得搞 另一样东西想说 就是说 那个公屋的问题 公屋的问题 大家先看一看片 说不定没了一间公屋 我还 是不是 自贷屋 你说你们的心理多糟糕啊 我一开始 我都不是很想自贷屋的 卑依无奈 暂时近景 我都会想到 就是希望大人 鬼事万景到 是不是 谁写一辈子自贷屋 是不是 自贷屋 其实很惨的 是不是 又窄那些 哦 自贷屋真的很凄厉 很惨 最好 是不是 我希望 所有人都不用自贷屋 所有人都买大屋 是不是 自贷屋真的很窄 很逼劫 很凄厉 有个亲戚 他又说不可以过夜的 为什么这样 这么没有人情味 是不是 所以真是 真是 认真不好 屋租了给人 人家就可以留 人家个月都可以 是不是 没问题的 为什么会不给呢 是不是 很奇怪 你们这么识字 这么高文化 就天天天去害人 是不是 天天去恶搞人 麻烦你们做些对社会有用的事 谁说我大陆有屋 这些都是你们虚扣出来的 都是砌池出来的 我都希望政府查清楚 我到底有没有大陆有没有屋 是不是 有屋你们就可以收我的楼 收我的公屋 真的这么简单 是不是 但我没有 没有 你都要逼人 都要逼害我 为什么 都要滚陈沙子 是不是 为什么要加害我呢 所以 政府 那些有关部门做事 我希望你们 认认真真 秉公扮理就可以了 不要受那些黑粉 加害我 麻烦 你们真是扮不知 还是假 还是真不知呢 人家都在打这些 人家怎么加 是不是 加不加 加更快没有那间屋 而且又会令到他 达到他自己的心弦 他要追回那笔钱嘛 他有什么资格加 加他的名字 是不是 加不就令我们更加快没有这间屋 明不明呀 你等他追回那笔钱了 是不是 我们有条件 根本都不需要折公屋 要什么人在迫害我们呀 我们暂时靠近而已 公屋这一件事情 大家看到这条片 其实就是 在何马现在的处境 或者心目中 在于他来说 是一个两难的局面 那两难的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不用我多说 第一 如果他仍然保持可白 仍然想 希望有机会 拿到那四百五十万的时候 他是面对着一个很大的危机 是被逼要放弃的 是不是 但是 如果他 喂 我加上可白呢 加上可白也有问题 因为 如果那四百五十万 真的 是的 因为这个的确 就算你联名户口 都算入了资产 是吧 都算入了可白的资产 是吧 可白就绝对 僅是在名义上 或者可能实际上 这笔钱都是属于他 如果不是可白之前 认识航马之前 不需要到处走 是吧 他神祖可能加了入 二仔 或者哪个子女的公屋 是不是 一直不加 一直到处走 就当然是 他因为他有资产 这个我相信 也是很简单的 一个逻辑的问题 就是 老实说 那些子女 当然是想那些资产 都扔掉给老爸 是吧 如果他要住公屋的话 对不对 很简单的一个想法 因为扔掉给老爸 我们实际上养着老爸 就可以了 但名义上的钱都给了老爸 是吧 那变成了 二仔 他仍然有家公屋 这个很简单的逻辑 是吧 但是问题就是 所以你间接也都证实了 那笔钱 一定是 名义上 甚至可能实际上 都一定是可白的名字 是吧 所以 何马 家又死 不家又死 家 他的名字 即时资产值就爆标 那家公屋就收得了 是吧 吴家 你也说不通 吴家就是现在面对着这个局面 是吧 要到处走 到处流浪 所以你看到何马 他自己的心目中 就是 他做出来的表现 就是他这么生气 就是完全是这样的 是吧 所以你看到他现在 面对着这间公屋 其实 这些全部都是废话 他说的所有东西 因为为什么呢 全部都是罵犯杀杀 他两个现在 已经是 蜕变到 好像低能仔 是吧 真的要开片 越趕就越远 你不要走 但是一直在退后 信不信我打你 然后一直热起三袖 但是一直在退后 可博的 就是完全是这样的人 对吧 OK 好了 这条片就说到这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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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